一伤好的鞋子就像一匹千里马 可以走千里路也不觉得疲倦 我的名字叫李准祥是一名鞋匠 是爸爸的生意 爸爸传下来的 中学毕业完了就跟着爸爸学做鞋子 到现在已经有45年的历史 你有没有帮过好像一些大人做过鞋子 蛮多啊 有出名的就是我们的李光耀先生 他对于鞋子就比较要求高 因为穿上去要舒服一点嘛 他只是喜欢这种款式而已 所以做了十多双就是一模一样就是黑色的 自从我们跟他做了鞋子过后 就一直穿我们所做的鞋子 没有穿别人的鞋子了 每年的新年就记一张赫连卡过来 他现在不在了没有记了 这座鞋子蛮多步骤 第一我们要跟顾客量了脚 第二就是做一个模型 是我们拿标准的模型 拿纸皮一片片慢慢加上那个模型上面 变成顾客脚的模型一样 每个顾客来我记得他我就知道了 然后才做那个paper cutting 挖在皮革上然后彩剪出来 然后缝制缝制了就拉在模型上面给他缝合 然后就看到什么底叉胶就是黏上去就完成了咯 一扇好的鞋子前面可以bang 中间也是不可以往下沉 然后后面要坚硬可以巩固脚的后跟 如果鞋子太软的话就是形成的骨架全部往下沉 所以改天就是气概痛跟腰部痛 鞋子是影响到整个身体的结构 好的鞋子走起路来就比较舒服 身体的站姿也比较质 如果我现在来买鞋子是以美观来买的 拼不是穿舒服的 就是很漂亮他们就很cute就买来穿 就是没有照顾脚 因为他们也不懂得鞋子的重要 我设计的鞋子没什么款式 只是舒适而已 大多是简单的 越简单越好穿嘛 Google型一般上就是脚有问题 很难买到鞋子穿 所以我就帮他们做鞋子 有平脚 大小脚 高低脚 全部都有啊 有些顾客 其实拿了鞋子过后 改天才付钱 那就永远不见掉了 不要追啦 没事 人家不完全也是没办法 我们以朋友的关系来对待顾客 所以顾客也是跟我们当朋友这样 讲个诚信 有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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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感谢观看